嗨 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卦 你好 我是阿主播李沛轩 开工日的下午两点钟 欢迎您准时加入我们的大新闻大爆卦 结果呢 我原本已经想好 刚刚其实在这个走上来之前 想好我要今天祝大家 还自以为有去做这种街头街尾的 想不到已经被何仙仙给破梗了 感谢何仙仙的董内 她说开工大吉吉隆五春 这是我本来想好说 那我刚好可以用吉来把它管彻 那她也说带班辛苦的加油 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 我们一间的午报已经结束了 所以欢迎帮我们换个房间 来到我们大新闻大爆卦的子评 一起来收看 今天两小时开工日的节目了 也欢迎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 彼此交换意见 希望大家在这个金龙年的一开头 都能够非常开心 更重要的是 希望一整年都可以赚大钱 吉隆五春 那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们持续加入 当然在今天我们整理的部分 已经要进入到比较政治化了 因为我们的政治议题也都开工了 所以今天有满满的新闻 当然也包含了像蔡壁如勾勒出了白银 现在目前的困境 那白银是否真的该会慢慢的走向泡沫化呢 我今天看到联合也写了一篇 写的相当好 他拿亲民党来做比拟 那除此之外 毕竟过完年还是来聊一聊这个在大年初五的时候 也有两个庙宇呢 他们有抽出了金龙年的新的签诗 那也包含了我们彰化的三百年的清水岩寺 那他所抽出来的是凶签是不太好的 台南路尔门天后宫呢 则是分为四季去做抽签 不过这四季当中要嘛就是中下签 要嘛是中签 所以今年看起来好像普遍运势挺闷的 真的会这样吗 我们也要从这个科学跟实际上的局势 拉回来分析 这不只是命理上面的玄学 看起来是如此 不过当然年轻人是接下来兵家必争之地 尤其年轻票员 在这个昨天的情人节里面我们看到的是 台北市长蒋万安 非常懂非常会 用弯道情人的方法 这个等于说直男跟弯道情人的PK 那整支影片 我是轻轻松松并且还带着笑意看完的 代表他这个影片其实真的有打中 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的心 今天将谈好谈满 先欢迎我们开工日的第一小时 这样优质的节目来宾 我们的汉庭议员 主持人好 大家心念好 还有我们的亮亮亮哥 大家新年快乐 还有我们的初会议员 新年快乐 是 那新年当然希望大家可以有新的气象 不过呢 却有一些人啊 他新年却感受不到那个相对的春暖花开 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这个蔡碧如也料出来了 他在中市府的市政顾问的工作上面 他第一天是选择了搭公车上工 他当然感受到台中的天气又晴朗又温暖 可是呢他昨天的po文却感到有点心寒 怎么一回事 因为情人节这个身为政治人物 很多人都很应景的有发一些情人节文 还有说今天是情人节 是农历新年假期的最后一天 把握难得好天气 趁着春光继续我的走春行程 不过他说我有很多的好朋友 朋友是越沉越香 无需多言 那情人节是有情人要过的节 但是愿你我有情有义山高水长 单纯的心情分享 下面一票呢 突然开始引战了 这个小草再度变身为狂草 我先问亮哥好了 因为下面的留言都开始出征 蔡碧如 有人说 大家都说你蔡碧如情商高 最近半个月是鬼迷心窍了吗 甚至有一个人他自己留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还请谨言 不过这句话也引发了蔡碧如 支持者也蛮不高兴的 他说所谓的谨言 你说的是柯文哲 还是他老婆陈佩琪呢 真的应该慎言 那很多人也不能接受说 不如柯文哲跟陈佩琪自己自重吧 那也插播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今天民众党 其实有开春的团拜 那蔡碧如据传被记者再度问到 就跟那时候被问尾牙一样 他说 民政党有团拜 他还是不知情 亮哥 对 我这边在看 其实主要不是这个 他说为党开疆辟土的区域候选人 我们应该要好好规划 地方发展的策略 不过他陆续被漏掉 确实如此 我也不知道 这个真的很奇怪 就是 为什么会有人追着打 这个民众党目前的状况 万事 万事待新 我不要说百废待举 我说万事待新 什么都还没开始 那结果还陷入过去的那些情绪里面 事实上蔡碧如 因为我讲白了 这个我们即使往前看 2026民众党也是要在各县市推市议员 县议员 对不对 那中部是谁 中部还是要麻烦蔡碧如吧 搞不好脏头也是 事实上我如果是柯P 我就大气一点 我就成立中部办公室 然后让蔡碧如来监 结果我被卢秀苑抢走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一直都不发布 柯P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也不是 他就不想花这个钱 所以比如说他就这个 我们说那里 那个 拍谁林定国 林定国就跑去当南高平的负责人 他也没有南部办公室 他也许会慢慢成立 可是 我觉得即使无几职也没有关系 他比如自然可以去地方募款 因为这个就是发展地方的事业 那支持民众党的人也会认为 反正他的角色就是要物色各地的参选人 对 那这个募款不会是问题 你也不做这个事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 就你这个政党 如果说选后 那至少框架要把它弄出来吧 可是 我认为党务的部分 我没有看到框架有出来 目前大概只看到立院党团 对就他在忙着党团的事情 这党团跟你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党团是在八个人的事 那了不起来跟你做报告 因为你是主席 不应该由他来主导 党务还是要有该做的事 比如说 那个北中南东 如果你东没有要的话 那个北中南跟外岛 那这个要成立办公室 然后就要受命 比如蔡壁如就是中张头的办公室主任 那抢在卢秀苑之前 蔡壁如很难不接 说不过去 对 他一定会接的 可是就是因为你没有 那结果他就跟党就会 好像 渐行渐远 渐行渐远 尤其是在卢秀苑出手之后 那坦白讲就现实来讲 我认为他选择卢秀苑 虽然他不一定是事先就想好的 就你都没有找我 那我总是要有一个 因为他要发展台中 那我说 庚儒妈是最佳选择 这还用说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民众党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 你正缺人才 那你怎么没有想到 要抢在别人之前 把你的人巩固住 比如说这个中台湾办公室 那南部办公室 东部办公室 外岛办公室 就是这一种 所以这个党还是需要党的建设 这个不是共产党用语的 这个任何政党都需要 我们不要讲党的建设 就要党务发展 就目前没有看到党务发展 或者说你的中央委员 你是不是要找一些更有 更有知名度的人来参加 来增加你的号召力 那中央委员 也是一种人才的扩张 或者是中评会 你要找社会上 有公信力的人来当中评会 不要让人家觉得 永远都是那几个女人在把持 我们聊天室就说 亮哥你都不要再用正常人的逻辑 来评价柯文哲 你可能想不透 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现在是在讲说 你对比出人家蔡壁如做出选择 对 那我这个坦白说 国民党也一样 朱立伦也还没有在干嘛 可是问题是 朱立伦那个党比较大 那自然而然会有一些动力 推他往前走 你民众党党比较小 所以你就要有一些 比较快的动作 把人留住的动作 比如说朱立伦 有很多事情也该做 我认为他未来会做 因为国民党的立委 已经开始发出声音了 他们年轻人很多 那也希望有一些 在党务发展上面 能够有一些 对应的发展 所以我是觉得 我坦白说 因为国民党是 算有所得的政党 民众党也是 所以你就要迅速 就你新的发展的一个状况 做一些未来局面的布局 应该是这样才对 所以布得比较快的 反而是如妈 那另外布得也比较快的 我现在也插布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立法院的国民党团 他们要凝聚这个团结的力道 所以在2月24 25 26 他们要前往花莲 来举办这个立法委员的共识营 那里面也会交一些 包含韩国瑜他也会去 那会里面交一些 优先法案的讨论 立法院的攻防 也会安排立委的分组讨论 所以这个行程已经曝光了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不过来回来讲 一样先问一下汉庭 因为其实蔡壁如他连 因为我想说尾牙的这一季 应该也让柯文哲 以及民众党有学了一次乖 就想不到这个团伴依旧没有邀请他 这个我有点问号 当然柯文哲今天的最新的回应 他说年后会找时间 和蔡壁如聊一聊 那他还怪记者 都被记者搞到有事情 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的脸书 被你们写到好像有事一样 如果单纯就脸书来看的话 那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整个的问题是 蔡跟柯之间的 不要讲说心解就是摩擦 这个摩擦是从选前一直到现在的 更关键的是蔡壁如跟民众党之间的一些摩擦 那他才会延续到这所谓的脸书贴文的问题 所以脸书的贴文呢 这当然也可能是大家的心风作浪 但更关键的是在民众党跟蔡壁如之间 的确产生了一些隔阂 那就包含先前的什么尾牙也没找他啦 感恩参会也没有他啦 现在团拜也没有他啦 那甚至蔡壁如自己也讲说尾牙也没问 党职也没来邀 那自动的就产生了隔阂 而这些隔阂呢其实也不仅是在蔡壁如内部而已 而是整个民众党自从选后 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人马之间的一些落差差别待遇 是什么呢 那就是选区域的 然后呢跟不分区的 已经产生了隔阂跟落差 这个落差什么呢 当然是一方面不分区的当选了 区域的都落选了 所以自然而然光环就会在不分区上面 而且呢 在区域立委当中呢 很多干嘛 他们过去以来选举期间 都是蓝白非常友好 蓝白小鸡非常友好互助的 不论是在新北像是李友宜 或者呢像是蔡壁如 都是蓝白彼此之间合作 可是呢 不分区的人干嘛 他们没有要主张蓝白合作的 不分区本来在选前就是主战派到底的 所以他们也感受不到所谓蓝白之间的这个友好 他们本来就是跟着柯文哲觉得就是要 这个义无反顾拼到底的这一次的这些选择 那再来呢是在地方选举的这些人呢 地方选举他们干嘛 当然会知道说 柯文哲在总统的选票当中有其局限 所以他们当然不会过度的 比如说去批评侯友宜啦 他们也不会过度的去拉抬柯文哲 而这跟不分区他们的选战主轴 以及跟党中央 是有显明的落差 所以当然啦就自从选后呢 在民众的内部就过去的这些人 当选的跟落选的产生了隔阂 而区域的跟不分区的也产生了隔阂 这包含是从选前以来的 可能是资源的分配啦 媒体的光环啦 柯文哲的重视程度啦 那甚至呢是对于蓝白之间的友好关系 其实都算是种下了双方产生了一些分离 或者不要讲分离 简单来讲那就是稍微的这个疏远之间的一些种子已经埋下 所以这些疏远的种子呢到选后的时候 如果没有做积极的弥补 那自然而然这个疏离就会越来的越大 所以像蔡碧如就问说那你党值也没来问我啊 那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才是讲说那要不要中央委员 但那个时候呢好像已经是卢秀燕已经先抢先了 所以刚才亮哥讲说那这个民众党怎么不决定呢 我倒认为可能不是说这个抢的比较慢 而是什么 而是本来到底是无意的疏忽 还是有心的排挤 因为在过去的民众党 好像是大约在两三年以前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民众党内部基本上如果要分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大头势力的话 那就是挺蔡碧如的一派 跟非蔡碧如的一派 那现在呢就是完全相反 现在基本上是什么呢 那就是支持黄珊珊一派 不支持黄珊珊的一派 所以讲白了就是蔡碧如 已经被赶出民众党的权力核心 所以现阶段在讨论说 好那蔡碧如作为一个人 那么他远离了民众党的权力核心之后 对民众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民众党内部可能觉得没什么影响 因为对于现在的党团来说 我们党团运作得好好的 不太需要有什么样太大的一些影响 所以反而是什么 都是一些这个外界的 希望能够对民众党见缝插针的 就会开始讲 你看这个蔡碧如跟民众党很不合啊 很不合啊 那作为一个政党来说 有人远离了政党核心会怎么样吗 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会不会让这些政党的支持者 感觉到凉薄 或者你会让蔡碧如本人感觉到不受重视 这个当然会有 所以关键的是说 虽然民众党自己内部 那他们党团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可是对于民众党的蔡碧如的支持者 蔡碧如本人也是有粉丝 他不完全都是所谓的柯粉 尤其在自己在选举的时候 也进行出一套 别忘了在疫情期间 蔡碧如也亲自跑去 从事护理的工作 就他还受自己的死忠粉丝 那么这些死忠粉丝 有可能会因为党中央的 不要讲切割 而是说疏远的过程当中 就会对民众党的党团 或者是党中央感受到不谅解 那么柯文哲当然想要尽力的来弥补 他说年后会来聊一聊 不是这种事不是应该要 选完就应该来 现在就年后啦 现在就年后啦 不是这个年后 就是说这件事情 应该要更快啦 因为包含像这个 所谓的尾牙的事件 那在年前就有啦 你一直放着不处理 你就不要怪记者 都搞你有事嘛 你就是不处理嘛 对 团拜没 对啊 民众党团就会觉得说 那他不是党职啊 那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党职呢 对吧 就是如果现在活动都不邀请他 可是民众党有一个理由 我就说因为他也没有党职啊 可是如果蔡壁如 连党职都没有 也会让大家觉得怪怪的嘛 哦 团拜只限于党公职啊 他可能用这个理由啦 他你意思就是这样子啊 感谢力鼠哥的斗内 他说请黄老三 跟他的网军嫂反串狂吵了 天后宫要适可而止 2026台北市也不欢迎 再来选就是你啊 他讲的是黄珊珊 但是力鼠哥你非常厉害 因为我刚好准备 就是要来谈到这一块 我们要请书会议员帮我们好好来分析一下 先讲蓝银的态度 我觉得蓝银态度其实讲的 嗯这个忧虑是要有的哦 他说2026呢 恐怕各县市都会出现撒卡都 等于说白银他会广泛大量的 在各县市都提出他们自己的 县市首长的人选 所以现在的国民党 你们也重新开始思考 跟白银互动的一个路线 就如果长期一直跟白银合作的话 那民众党就会被视为小蓝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2022的台北市长选举边缘化黄珊珊 边缘化民众党这个成功成立的 2024的这一战就是因为前面要合不合坏破局了 所以确实有很多人认为民众党是不是小蓝 或者我们都是在野大联盟的议员 所以这场仗是失败的 那2026又会将再度要面临到票的瓜分问题 业元之也讲到白银应该是以利益都为主的 所以就算蓝银释出善意 对方可能也不会领情 所以未来的合作就看看议题吧 否则没有非合作不可 是在去年在谈蓝白合的时候 我包括跟马办还有党内的一些长官 我都讲说你们不要只看这一次的选举 2026年会是再一次考验蓝白之间的关系 不要合着合着我们就被吃掉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们要先发展出自己的主体性 不能只是说我希望你的选票 所以我一位来迁就你逢迎你 对你好 你要人家的选票不是去对他好 而是要比他好 这个民主社会选民都是很现实的 他不会永远忠心在蔡英文身上 也不会永远忠心在柯文哲身上 他会选好坏的 尤其是年轻选票 所以不是我们一直把柯文哲捧得高高的 然后年轻选票就说哎呀你这样对我们阿伯好好 我就投你 不会 那如果他不喜欢阿伯了呢 就像是蔡英文他不喜欢 他不喜欢赖清德他也不会因为他喜欢蔡英文 就转投给赖清德嘛 年轻选票讲好处就是他没有政党的忠诚度 所以他可以变 所以不会是谁的 我们永远国民党非常没有志气的说 哎呀国民党就是没有年轻选票 年轻选票是民进党的 年轻选票是柯文哲的 那你一直想他是别人的 那你当然永远就没有办法争取吧 董卫义员我们的聊天室都讲得很好啊 说走着走着就散了啊 那也讲到说保持距离以侧安全 对你看台北市 起码我们知道的是应该会派黄珊珊出来嘛 那等一下绿营的布局我们会再谈 可是台北市现在目前的组成 居然有可能是蒋万安 接下来在2026要对上了 民进党要派出吴斯瑶吗 要打一个问号 那白银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在积极布局 就是黄珊珊要来抢嘛 对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 正在跟亮哥聊天 我们跟人家合作 第一个要有骨气跟志气 政治不搞同情的 你一直去求爷爷告奶奶 是没有用的 尤其是DNA完全不同的政党 国民党很多老旧的思维 是停在当年的国清河 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要先打败外人 可是那真的是一家人 国清真的是一家人 体质上 对但是现在真的不是一家人 所以没有人 人家只会因利而合作 不会因同情而合作 这是去年蓝白河的时候 你一味的想要迁就他 讨好他 忍让他 到最后结果自己遍体鳞伤 所以2026年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一直讲沙喀都已成常态 好的结果就是2026年 这一次会沙喀都 为什么说好的结果 因为如果在那一次 民众党他测试 他的基层实力 结果发现泡沫化了之后 那再来2030 就会回归到政党的两党政治 那不好的结果就是持续的沙喀都 零食 所以这没有什么好怕的 沙喀都就是各自去找自己的选民 那我年前的时候在选完的时候 我跟万安市府团队 也有在聊起这件事 包括跟这个逸华副市长等等 我就说不管2026年 因为黄珊珊之前打的主意是 看民进党可不可以礼让他 所以他一直在有民进党 民进党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永远是轻轻带过 他希望说得到民进党的支持 然后2026年跟蒋万安两个人 两强对决 这是黄珊珊的打算 民进党内当然有民进党内的打算 可是国民党或蒋万安的打算是什么呢 单独过半 我们就只有这个打算单独过半 不管是两个还是三个 你当了四年市长 你一定要单独过半的 这个气魄跟准备嘛 所以我们不必去管别人怎么样 政治局势永远在变 可是我们是不是做好自己 只有自己太弱 才会永远要去想策略合作 所以这三年是国民党的休养生息 而且是国民党表现的好机会 第一个立法院你是多数 即便是脆弱多数 你还是可以展现你接壁的这个 跟监督的能力嘛 第二个这个地方执政 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有的已经都执政八年了 你这八年带给这个台中也好 或者是新北也好 带给什么样的变化 你要做出一个总成绩单 然后让下一棒可以接得上来 所以我们有优势 我们当然也有考验 可是最不该做的就是一直去想着 怎么办怎么办 要撒卡住了 要怎么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去拉拢民进党 让他不要派人 这个是最后的打算 为什么叫最后打算 如果我们先做好自己 后职实力 到最后关头提名的时候 能合作当然还是可以合作 可是如果对方不合作说 不然就不要 我们还是要独立打选战的这个准备 所以现在才2024年 提前去思考说 蓝白之间要不要合作能不能合作 我觉得那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2024年2025年唯一要做的事是做好自己 让自己获得更多的选民认同 2026年在提名的前夕 才有考虑所谓蓝白要不要合作这件事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合作 为什么 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执政者 我们都是执政者 所以我们一定要派人 我们没有不派人的空间 如果我们没有不派人的空间 请问一下 那民众党跟你开条件 你要让什么给他 让市议员席次吗 不可能 很多县市国民党的市议员都是多数的 你叫哪一个县县市议员说 你不要选择民众党 不可能 市长也是 连任的你不可能要他不选 然后接棒的 你不可能要他不接棒 八年执政拱手让人 所以我们没有可以让的空间 然后到时候民众党又说 你看国民党没有诚意 什么都不肯让 只想给我们夹告稿 不是嘛 政治就是这样 哪有人政治在让地盘的 民众党他玩的是 他从头到尾玩的都是 空手套白刃 他玩这种 这种空手生意叫做贸易的 进进出租 进进出出 所以他可以跟人家谈判 因为他也没有东西让 请问民众党跟国民党谈判 蓝白合作 好了 谈了半年 他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让 柯文哲那时候唯一让的就是一句白话 一句空话 叫做我们没有处处提名 如果我们立委处处提名的话 国民党会死得很难看 坦白说民众党也会死得很难看 对不对你也会处处落选 你不可以拿这种说 我跟你一起死 来当作合作的条件 合作是你让一点我让一点 可是民众党永远的合作条件就是 你不让我我们就一起死 这样子的合作就算是高层咬着牙 像那个时候咬着牙 祸着血要吞的话 支持者也不会接受的 每一个县市的支持者 选民他会想说 你为什么叫我的议员不要选 你为什么叫我们的市长不要选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实问题 在地方选举我们更难让 但是我两年前我就在 我们在跟民众党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提到一个问题是我们要预警的事情 就是国民党的提名策略 国民党的提名策略 第一个保障现任这件事 我认为不可以再继续了 虽然我是现任 但是我觉得一直保障现任的结果 你让新人被压在压力锅下面 他就会往民众党跑 国民党没有提名你 他就往民众党跑 李友宜不就是这样子吗 友宜这次在三重也展现出 很强大的战力 李友宜本来要到国民党 不是我听说他原本是在万华初选的 议员的时候嘛 就万华初选然后没有成功提名 他就跳到民众党 政治也没有忠诚度的 我们换公司也是 你今天在勇气明天在信义 你不能叫人家对哪一家公司 有忠诚度嘛 哪里有我发挥的舞台 我就去哪里嘛 可是国民党的提名策略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在要小心 就是有人带枪投靠 就是当你没有被提名 他就带枪过去对方 然后民众党刚好没有人可以提名 他就提你 然后结果就会变成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不是因为蓝白有共同的支持者 而是他会招降纳判 他会吸收从蓝绿跑过去的选将 用你的兵来打你的人 这个是民众党他的策略 这叫无本生意啊 对 就共产党也是这样啊 你带着这个兵啊 将来投靠啊来投降嘛 然后你就就地在原地 再打回去国民党嘛 就是这样 这是民众党的策略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 唯一要考虑的是 你如何管好自己的人 做好提名策略 让党内优秀的人才 有一个管道可以往上 让他不至于说算了算了 我去民众党好了 然后结果变成说 这个打着蓝旗打蓝旗 这是我们要去小心的事情 所以2026的所谓的提前布局 对国民党来说 我们回旋的余地很少 像台南 谢龙介 高雄 柯智恩 嘉义 这个王玉敏 这些几乎都已经是确定了 板上钉钉的感觉 对 已经板上钉钉了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不分区 然后用立委的身份在服务 这边已经没办法了 现任的也没办法了 然后已经准备要去接棒的 你说江启臣 这个也没办法 所以在县市首长上面 我们确实很少回旋的空缺 大概有啦 新竹啦 新竹国民党要不要不提名 那这件事情可以谈嘛 如果提名的话 可能民众党唯一一席可能也没有 那因为他们是现任的 对 那金门也是民众党 可能这两席可以拿来提名 或者是国民党真的 可是我想不到国民党有不提名的地方 所以我想2026年只有短兵相接 很难蓝白合作 刚刚讲到忠诚度的问题 然后我就很有感 我想说我忠诚度还蛮高的 可是那是因为公司对我很好 就是目前还有舞台的开工第一天 职场求生育算是百分之一百啊 那我们先感谢一下 我们的月香公主的斗内 他要抖给那个 熟慧议员说我爱熟慧姐 非常感谢我们月香公主 感谢胖番薯的斗内说 年轻人会进入社会工作 就是社会人了 就要面对茶米油盐降醋才 相反马上清醒 柯文哲在立法院长 既然要绿白合 就不是在野党了小绿而已 感谢何仙仙的斗内说 非常认同熟慧说的给你一个赞 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 对亮哥那我就仔细来问一下 这个2026目前看起来的这个布局了 首先其实今天台北市的地方 这当晚可以理解啊 因为他们剩下台北市的立委不多 但无4LC一张好牌吗 我今天其实原本有讲王世坚 但我想王世坚可能有很多杂音 会不让他出现啦 那新北市因为这等一下刚好下个小时 来宾这个侯梦凯也会来 也可以偷问他一下目前的进度 那其实很多人普遍认为 蓝银可能是侯梦凯对上已经在这边 等很久的苏巧慧 那这个也是大家所知道的 比较有趣的点是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 是声称绿营人士他们的推估 好当然台南跟高雄他们觉得很简单 就是只要初选谁出现 例如台南好了 陈廷飞林俊宪王定宇 初选顺利谁出现之后呢 那就是手上囊中物了 那高雄也一样就是初选 譬如说赖瑞龙啊 甚至有人讲说 潘莫安的康展来当高雄市长更适合 或是林黛化 他们初选结束之后 那他们都觉得这是简单 一定会拿到的 那可是我刚刚讲到的 白银会介入的部分 可能遍地开花以外 像嘉义有可能这个张奇凯也要出来选 好我要讲的是 那篇绿营人士他的推估 这次有两个这个区块 有可能收得回来 我讲的是绿营他们认为 他们收得回来 新北市他们觉得因为侯友宜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说 我要培养谁或是交棒给谁 所以他们不认为 侯孟凯跟苏朝会去对比 苏朝会就一定会输 所以有机会一搏 再来他们讲台中市的理由 是因为第一个台中市 他们目前民进党 也许蔡其昌会再出来 这个不确定 或者是基层实力 也很强的核心存有可能出现 但他们想的点是 下一棒会是江启成 而江启成可能锁在立法院的副院长 相对会没有版面 没有声音 所以新北跟台中 也许绿营能够拿得到 亮哥你怎么看 台湾的政治你能够预测半年后 我认为不太可能 搞不好到年底 民进党民调只剩下30 那这些话还要讨论吗 我并不认为台北市就是立委 民进党有那么多政务官 你怎么知道林又昌林家龙不会来选 那怎么会轮得到吴思尧跟黄世间 对因为台北 我说派吴思尧太弱了吧 不可能啊 太弱了啦 我认为不可 即便民进党确实这个在台北市一直持续都没有在耕耘 可是吴思尧 不事实上林又昌确实有强烈意愿啊 还有林佳龙啊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人家在新北坐在新北看台北看多久了 不是啊这个民进党一定会用征召的啦 就是那一年 那年如果陈时中不选林佳龙跟林又昌都有可能选啊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谁分析的啦 这个人脑袋恐怕对整个民进党的盘不是那么了解嘛 那蔡其昌上次输成那样还敢选吗 蔡其昌上次苏鲁萱输多少啊 那简直是输到 回去大概要哭一个礼拜 你觉得蔡其昌未必会出来 不会选啦 可是民进党在台中 做成这个样子就何欣纯啦 对啊 恒英纯蛮强啊 蔡其昌不会选啦 我事实上还有几个地方变数还是很多 比如说台南市 台南市 我们龙界仙可能还会再选一次 会啊 对啊 而且龙界仙 他可能一开始就再强调一次他只当一任 那民进党 搞不好会有一些力量跑去跟他结合 所以未必会是这三个出现 还是一定会是这三个 就是陈廷飞 林俊宪跟王定宇这个选项机 没有啦 一定是中间那个啦 赖清德轻定就是林俊宪啦 怎么可能轮得到陈廷飞 陈廷飞 陈廷飞 赖清德想到都会后怕 所以我跟你讲啦 那个谢龙界如果 丢出来的诉求是他只当一任 那你如果是陈廷飞或是王定宇你希望谁当选 谢龙界只做四年啊 那我如果要等林俊宪要等八年啊 所以很难讲耶 而且今年谢龙界只输五%啊 48比43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一定的啦 这个还是先等赖清德做完一年再说吧 搞不好赖清德做不完一年啊 这谁知道对不对 搞不好两岸就开战啊 谁知道对不对 对啦 对啊 讲这个 我是举例啦 我怎么知道他会做什么事 对不对 我的意思说 政治没有一定的啦 可是那个讲到那个副院长 这个是真的会把他锁住 或没有声量没有版面吗 蔡其昌有一点这个感觉啦 我觉得势在人为 我觉得是让自己有问题啦 他就没有声量嘛 就是副院长 比如说江启臣现在是副院长 我相信江启臣会继续有声量 你说他在立法院会不方便表现吗 不至于啦 他事实上还是可以去委员会咨询啦 就看他自己如何去 他可能可以选择比较重要的议题啊 再去啊 比如说国民党 我不知道国民党的安排啦 像历来民进党 如果是这个级别大概都是在司法嘛 那国民党搞不好国防外交 比较少人要去啊 那就继续留在国防啊 那国防委员会 其实国民党的高手不多啦 江启臣算是其中一个 那今年国防外交有重要议题啊 比如说潜见国照 对 一大堆嘛 对不对 所以江启臣要有新闻点 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啦 所以这个布局很多人在讲喔 我们有个网友叫小西在里面说谈这未来都很远 太远了啦 很远啊 可是但是要谈啊 因为今天其实是不是我们开始的喔 平面媒体就已经在讨论这个事 那为什么讨论这个事 有事没有新闻呢 我们刚刚讲到过完年嘛 刚过年啊 这个不就是媒体生态吗 这个大家应该常过年完就懂嘛 可是为什么聊到这个事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先讲 白银跟蓝银到底要飙和 刚刚其实透过所议员的完整解析 你就了解到 为什么蓝银现在已经想清楚了 2026没有什么要让你的嘛 就没有什么要让你的 所以是有脉络可循 加上过完年的新闻时事 所以提供您参考喔 小西喔 那我剩下还想要请汉婷 帮我解析另外一个 我今天拜读的这篇文 我自己个人觉得写的相当棒 他提到了其他的标题 浅显易懂 就是为何民众党会有泡沫化的氛围 他前面当然也提到 为什么蔡壁如会在过年前 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是里面我真的要去讲的 谈得很好的几个点是 他拿清明党去跟民众党去做比较 他说因为综观下来 你看为何政坛会有一股 今日清明党明日民众党的氛围 就是因为如果这么多政党以来 其实清明党也比较像现在的民众党 是属于一人政党色彩最浓的政党 那这点当然像 那柯文哲也是民众党唯一的太阳 这个我们也都了解 如果没有柯文哲民众党的政治能量 会少了一大半 可是清明党因为宋楚瑜参选 2000年总统大选累积的本钱 当时可是带来了46席的立委外溢效应 民众党则是因为柯文哲参选2024 产出了那就是多3席 等于5加3变成8席 这个我们都了解 可是他讲到的是为什么都有长不胖的困扰 柯文哲跟宋楚瑜一样 每一次的大选 这个是没办法 他说用地形引力来形容 就是会老四岁 可是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是柯文哲得票率2成6 宋楚瑜当年得票率3成6 柯文哲选后多次讲到选举的心得都还在讨论 是不是蓝白合不合啦 投票率的高低啊 不受到传统媒体的青睐 可是要想哦 就是柯文哲本人到底带来多少的续航力 跟多少的实力 因为柯文哲得票率是实事所然 包含了民意讨厌执政党的气氛 这个当然大家可以理解 再来中间选民不在乎输赢 可是我就是讨厌被蓝绿绑架 还有社群媒体的推波助蓝 以上的实事 都跟柯文哲的领导力跟关联性无关 看看柯文哲执政8年的北市得票率垫底 恐怕就会懂了 在台湾第三势力 本来就很难有发展的空间 最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包含是立场 因为在台湾最主要的政党 不是像那个所谓的西方的国家 是以所谓的劳资的对立 左派右派这种所谓的经济上面 作为一群 而是以两岸的立场 是比较强调所谓的台湾本土价值 还是比较亲近中国大陆 作为两大阵营 所以这两大阵营当中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么所谓的你要走中间也好 或者你是再走更极端的 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困难 而且更关键的因素 就还是在选举制度当中 现阶段的立委选举 只要是单一选区制 那么必然的第三大党 或者讲说第三势力 就很难有成型的空间 就在世界各国都已经验证了 这在政治学当中都非常清楚了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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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